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家内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特斯拉VS马可尼,无线电波的负权之争 2.普朗克VS爱因斯坦,量子理论的出生摇篮 3.洛伦茨VS炮利,电子理论的磁性挑战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特斯拉VS马可尼,无线电波的负权之争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场科技史上的精彩对决 这不是拳击,也不是西部快枪手的对决 而是一场关于无线电波负权的争夺战 在这一边,我们有来自未来的马,特斯拉,尼克拉·特斯拉 在另一边,我们有意大利的无线电之父,马可尼,格亚莫·马康尼 这场争斗不仅仅是关于谁是真正的无线通信之父 更是关于专利、荣誉和无数的美元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特斯拉 这位先生不仅仅是一个发明家 他更像是一个来自另一个时空的魔法师 他的想法总是那么前卫 以至于有时候,人们都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来自火星 特斯拉在无线通信领域的贡献是巨大的 他早在1893年,就在圣路一丝的公开演讲中展示了无线通信的原理 他梦想著建立一个全球无线通信网络 并且在1900年开始建造了著名的沃登克里夫塔 希望能实现这一梦想 然而,我们的意大利朋友马可尼并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他在无线电技术上的实际应用比特斯拉来得更早一些 1896年,马可尼就在英国申请了无线电波通信的专利 并且在1901年成功地实现了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 这一程就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国际名人 也为他赢得了19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场争斗的高潮来自于专利之争 特斯拉在1897年获得了无线电波通信的专利 但马可尼的公司却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 并且在1904年,美国专利局竟然将特斯拉的专利无视 重新授予了马可尼 这让特斯拉非常愤怒 但由于缺乏资金 他无法与马可尼的公司进行长期的法律战 最终,这场争斗在1943年 特斯拉去世后不久得到了解决 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恢复特斯拉的无线电波通信专利 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政府 不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付 给马可尼公司的专利费用 也有人说这是对特斯拉贡献的一种认可 总之,这场无线电波的负权之争 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有天才的发明家 有国际间谍般的阴谋 还有最后的法庭逆转 但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 对于无线通信技术的贡献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实验和数据 它还充满了人性的激情和戏剧性的对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普朗克vs爱因斯坦 量子理论的出生摇篮 各位同学,学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科学界的史诗级对决 普朗克vs爱因斯坦 这不仅仅是两位科学巨人的较量 更是量子理论 这个宇宙奥秘的摇篮 从中诞生了改变世界的物理学理论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老爷子普朗克 马克斯普朗克 一个看起来像是绅士俱乐部成员的绅士 实际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物理学怪姐 在19世纪末 物理学界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叫做紫外灾难 这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而是当时的物理学理论无法解释 为什么热敷射的光谱 在紫外区域不会无限增加 普朗克老爷子在1900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能量并非连续 而是以一种叫做量子的最小单位存在 这就好比说 能量不是一杯可以随意倒的水 而是一颗颗固定大小的糖豆 这个假设解决了紫外灾难 但普朗克自己对此也是半信半疑 他可能只是想找个理论拯救物理学 没想到 竟然开启了量子世界的大门 然后 我们来看谈这位年轻的叛逆者 爱因斯坦 1905年 这位年轻的专利局职员在他的神奇年里 发表了四篇改变世界的论文 其中一篇就是关于光电效应的 爱因斯坦不仅接受了普朗克的量子假设 而且还将其推向了极致 他提出光 其实是由一粒粒的光子组成的 每一粒光子都携带一定量的能量 这个大胆的想法 不仅解释了光电效应 还为量子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爱因斯坦因此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不是因为他更为人所知的相对论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进步往往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有时候 这些巨人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的肩膀会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普朗克开启了量子理论的大门 爱因斯坦则大胆地迈了进去 两位科学家的工作相互补充 共同构建了量子理论的出生摇篮 最有趣的是 尽管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却对量子力学的某些解释感到不满 特别是他的非确定性特征 他有一句著名的话 上帝不知头子 而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却告诉我们 上帝不仅只头子 而且有时候还会藏起来 不让你看结果 所以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故事 不仅仅是科学的故事 它还是关于怀疑 探索和接受新思想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也可能对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 有时甚至是困惑 但正是这种对未知的探索 和对旧理论的挑战 推动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洛伦茨VS Pauli 电子理论的磁性挑战 好吧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科学界的经典对决 洛伦茨VS Pauli 这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电子理论的较量 更是一出磁性的戏剧大作 请坐好 拿出爆米花 我们的科学史剧即将上演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主角 在左边的角落 我们有Hendrick Anton Lawrence 一位荷兰物理学家 他的头发比你们的物理课本还要蓬松 洛伦茨是电子理论的大师 他的洛伦茨立方程和洛伦茨变换是物理学的基石 而在右边的角落 我们有Wolfgang Pauli 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 他的Poli不相容缘理 让所有电子都保持了社交距离 这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磁性挑战 洛伦茨的理论是建立在经典物理学之上的 他认为电子在原子内部的运动可以解释磁性 简单来说 就像微小的电流圈一样 电子的运动产生了磁场 听起来很合理 对吧 但是 这里有个问题 如果我们按照洛伦茨的理论来计算 那么物质的磁性 应该比实际观测到的要大得多 这时 Pauli登场了 他不仅仅是个理论物理学家 还是个时尚的破坏者 Pauli提出了量子力学中的不相容原理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两个电子不能占据同一个量子态 这就像是说 在一个房间里 每个电子都想要独自占有一个沙发 而不是挤在一起 Pauli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电子的排列会导致某些物质表现出磁性 而其他物质则不会 Pauli的理论还预言了一种新的粒子 这种粒子后来被称为中微子 这个预言是如此的大胆 以至于Pauli自己都半信半疑 他在写给科学家朋友们的心中说 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预言了一个无法被检测到的例子 但是 就像好莱坞大片的剧情一样 中微子最终被发现了 Pauli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洛伦茨vsPauli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也可能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但是 这正是科学的美妙之处 它总是在进步 总是在挑战我们的认知极限 而我们 作为科学的继承者和探索者 有责任保持好奇心 继续在未知的领域中探险 现在 让我们把爆米花放下 拿起笔记本 继续我们对电子世界的探索吧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 特斯拉vs马可尼 普朗克vs爱因斯坦 以及洛伦茨vsPauli 这三场科技史上的精彩对决 这些故事 不仅关乎科学家们的成就和竞争 更关乎科学的发展 和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特斯拉和马可尼的争夺战告诉我们 技术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商业和专利的争议 特斯拉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全球无线通信网络 而马可尼则更早实现了无线电通信的商业应用 这场竞争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科学和商业之间的微妙关系 也仅是我们不能忽视科学家们对于技术发展的贡献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对决 则展示了科学的进步 是如何在理论和实验之间交互推进的 普朗克的量子 假设解决了此外灾难 而爱因斯坦将其推向了极致 提出光子的概念 这场对决告诉我们 科学的发展往往需要大胆的想法和实验的验证 并且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挑战 最后 洛伦兹和泡利的辩论让我们看到了 科学理论是如何不断发展和演变的 洛伦兹的磁性理论 无法解释实验观测到的磁性现象 而泡利的不相容原理则提供了新的解释 这场辩论告诉我们 科学的进步往往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之间的对话和辩论 总之 这三场对决让我们看到了科学的魅力和挑战 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创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 同时也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新的理解 我们应该保持好奇心 继续探索和学习 并对科学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三场对决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呢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